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欢迎点赞 欢迎留言 欢迎打赏 好玩的打赏 海外媒体继续的关注 外宣内宣化的问题 所以楚音的批评意见 后来得到外界的呼应还不少 新加坡联合早报韩永宏 继续的关注外宣内宣化的问题 他注意到了这个全球化的智库 那是在北京设的 那么举行了一场中国新叙事的研讨会 当然有人说 全球化智库编的书很不错 这就不是了 跟我们没关系 楚音在会上提出 中国形成外宣内宣化奇怪的现象 在自媒体时代 形成的外宣民粹化的现象 造成的结果是投了很多钱 很多资金办外宣 但是最后的效果只在北京 这叫出口转内销 产生的积极效果 或者说讲好中国故事在对外 其实是被国内互联网的流量经济的情绪所裹挟 所以韩永宏继续提出的问题 继续提出的问题是 外宣为什么总是变成内宣 外宣和内宣如何区分 这是怎么准确投放 这是老生常谈 以前都一直来一直困扰很多 由于这些年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 2018年中美陷入了关系 整个陷入低谷 到现在还在处于一种往下走的一个趋势 疫情之后 中国和四方世界的关系紧张 而且越来越加紧 这就使得中国在海外的所谓大外宣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好了 外宣给不给力 那问题就更加引人注目 现在出现一个调毁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越是持续加大外宣力度 越是要力推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和外面的关系 反而变得更加紧张 更加的不协调 敌意反而更加的弥漫 这是一种调毁现象 当然也是大家关注的现象 共产党打天下两个杆子 笔杆子枪杆子 这毛泽东的说法 革命政权就是靠两把枪 有个笔杆这个将当的 但是我们看到即便是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的外宣 延安时期的出口转内销 其实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能见到一本书 就失诺的一本书 影响了多少人 中共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 向往延安投身革命 应该是个主要的路径 这本书影响了一代年轻人 这个是爱德加斯诺 没想过的 实际上来讲 这也是笔杆子在发挥作用 什么时候中国到领导人 才开始重视卵实力呢 胡锦涛 不折腾这十年 讲卵实力了 也有一个有利 讲卵实力的这么一个国际环境 2000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 中国全面的融入了世界体系 卵实力这个概念 也开始盛行起来 所以2004年 全球第一家的孔子学院 大家可能忘了 韩国首尔正式挂牌 现在几百家 当然也出现了很多的波折 07年中共时期大 首要提出了一个口号 提高国家文化卵实力 那为了争夺国际话语权 09年开始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 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人民日报 国际广播电台 大的投入 推进全球布点 推进海外业务 形成了一个 遍布全球的大外宣的格局 再加上凤凰扮演了角色 哎呀 因为那个时候一时气象 好了 到了习近平时代 就这些人 讲好中国故事 变成了大外宣的主题 好了 但是讲好中国故事呢 内宣外宣之间的互动关系 逻辑关系 矛盾冲突的讨论开始出现 所以呢 比较常见的批评是 内宣的信息 外宣化 也就是什么呢 对外传播中使用国内的宣传信息 外国一般的受众完全听不进去 结果呢 有一个反效果 出现一个什么格局呢 鸡同牙讲 讲了半天听不懂 不在一个频道 按照韩永恒 和其他朋友的分析看法 外宣内宣化的原因呢 也很复杂 最主要的原因是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尺度把握和影响 直接的干预 一套僵化的概念 一套僵化的模式 再加上部分官员的示范行为 这个话讲的有含蓄 也就是呢 战狼外交 尤其在各个地方的一个行为表现 自媒体经济 流量经济的冲击 社会情绪的改变 民族主义的高涨 而且是在网络媒体的民族主义的高涨 收入低的人呢 关心世界大事 解放全人的企图心 所以非常的旺盛 这一点呢 太厉害 北方农村 北方很多城市 生活很艰难 一讲解放全人的眼睛都冒绿光 所以概括起来就是说 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官方和民间就变得更加的自信 而这个自信呢 辅助于自媒体经济 这自信就是被争 这被争到呢 有时候让人家觉得呢 可以说是啼笑皆非 这就是关于大外宣泽问题 所以呢 这个韩永宏这个文章 他其实告诉我们 有一个讨论 而这个讨论呢 不会因为呢 楚音那篇文章 在有一些网站呢 被屏蔽 或者还继续的勘载 可能这个话题呢 还会更加的延伸 可能这个话题 还会更加的讨论 更加的深入 深入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这里面我想归纳几个观点 跟昨天那个意见呢 再继续的跟大家做一个强化 第一呢 在意识形态方面 中国官方强调 特别这几年 强调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哔哩巴的自信 爆棚 怀着这种自信的姿态 在对外说故事 关键开始转移 不是迁就对方的接受程度 而是强调中国的视角 还要树立新的叙事的模式 要把中国的自信 中国的叙事 和国际受众的习惯 来平衡 这变成一道难题 你越自信 你说的话呢 当然是站在自己本位的角度 脱口而出 外面没有人听得懂 都接受不了 这当然了 中国现在比较流行的审美习惯 不是审美习惯 我们比较喜欢的熊辩 我们比较喜欢是博导对方 战斗性的语言 但是在国外的受众 一般的感受 对众是排斥的 突兀不舒服 所以你越自信 你越缺乏说服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也必须承认 自媒体时代的流量经济 也助长了民族主义排外声量 在网络空间的上扬 我认为这个讲得很好 而且翻墙 没有什么障碍 就传到了全世界去 这当然 也会抵消的正规渠道 传播中国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效果 所以韩永宏的观点说 中国的实力撑墙 经济实力 文化实力 政治实力撑墙 国内的受众变得很大 每个人人手一个手机 打开网什么都有 这个信息残谎也罢 信息投也罢 但是呢 对自己的国家发展的自信 喜闻热见的话题也多 而且呢 养成了很多人的触觉的灵敏 这个时候是自媒体时代 个人官员自媒体 明星艺人的发言 你没有办法对这些人的说话 一点一滴 不是 你完全不是这些人的影响 也不行 所以很多人 体制中人 代表官方发言的人 在发言的时候 总是想了顾虑的是 国内这些人受众的反弹 小粉红啊 五毛啊 什么之类的 自干五啊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网红现场 完全借助在中国的外国人 制作的视频 来辅助协助中国的大外宣 但是呢 这些视频的受众 无一例外 或者绝大多数的视频 还是在中国国内 就换了一个脸孔 国外 未必有那么多的受众和流量 最关键是现在 由于呢 各种各样的信息鸿沟啊 屏蔽啊 长城这个风火墙 诸如此类 中国多数的民众 特别是不懂得翻墙的民众 对自己国家的现状的认知 和国际受众之间的认知的鸿沟 越来越宽 而不是越来越窄 好了 内心外宣的渠道 又通过了网络 没有办法完全隔绝 所以呢 你在这个时候是有难度的 你要让内部能认可 外部又听得进去的声音 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说 没办法说 方方面面的头号很难 所以呢 才会出现人们认为的 批评比较多的 战狼式的语言 这就是昨天那个 那个楚音那个讲完 英文发音都很准 但是说的话都没人懂 听得懂 是吧 所以不排除这个问题 当然呢 由于现在民族主义的情绪啊 不断的高涨 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媒体的吹鼓 越来越那个 还有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大国 美国也罢 前苏联也罢 或者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罢 包括任何一个大国 都有 内视 自闭的倾向 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只有像新加坡的国家 看到了这一点 内视 内视不是关照自己 对自己感觉 甚至有自闭的倾向 越大的国家越是如此 中国的对外传播 按照韩永宏这文章观点 当然还要进行 美国国家都会有自己外宣的要求 但是短期那样建议 先着力寻找文化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国家 接受 成效可能会更大 比如说 中国的外宣在新加坡 会做到更多的突破 他听得懂马来西亚 还华语国家 听得懂华语的国家 或者筷子文化圈 韩国日本 先试一下 这个意见呢 多多少少有点调侃 但我认为也是很严肃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你这个都听不懂 你怎么让西方国家呢 其他语言的体系听得懂 所以我这里面有几个归纳 第一呢 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制约因素 很难被有效的克服 因为现在越来越强调 意识形态的阻导 第二 很多时候 你说的话不是说 你借助的平台不合适 推特啊 脸书啊 等等的东西 而是你话语表达的语境 和内容 没有办法把外界的 多数受众所接受和认同 第三 自媒体领域里的 自愿因素不在于流量经济 而在内需 内宣 民粹化的 无限制 传播和张力 他反作用于外宣 用了外宣的实际效果 打折扣 吃力不讨好 花打钱 办不了大事 说大外宣的经费的投放 和实际效果 差距太大 也不能说人家是混乱词 就效果不彰 第四 韩永宏提出来是在向 文化相近的国家和地区 先试一下 我倒是想的 对外传播后的大外宣的检测 香港 澳门可以先是先是 澳门太小 但香港作为国际化的城市 它的辐射性 影响力 和传播张力呢 当然跟其他先进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 是一样的 香港虽然是一国之下的 特别行政区 它毕竟现在还是一国两制 那还有基本法 还有享受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这个空间 把香港的舆论环境做好 也是大外宣 是不是具有说服力 影响力的一个大的平台 香港的舆论环境 都搞得一潭死水 毫无生气 千篇一律 你还怎么样去做 其他国家的大外宣 我觉得先把香港的活干好 才更有说服力 这也应该 不算是建设性的意见 这也算是老生常谈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那是避免的 广资楼 你让我吓得 你干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